失業怎會帶來貧窮呢? 當你被人解僱了之後 你即時要吃菊種 吃完之後 你什麼都會去做 而且人工低一半你都去做 這樣就會令到在職的人又被人解僱了 或者他再聘人的時候 全部人工都低 爸爸是做水吧的 回來隨頭喪氣 沒有事要做的 很嚴重 隔了兩個星期之後 老婆就說 吃飯時我找到一份工 然後做同一份工 我老婆少了三成 都是有一個人就業 不過家人的收入不是少了36% 因為我老婆被人解僱了 老婆接了那份工 大家要明白 其實工資的水平就是 看那個supply and demand 如果那些打工仔是要 demand 份工很多的 那裏不夠工作 現在自然是向下跌 人工向下跌 這一個就是 整個所謂撐企業補就業 現在林鄭的方案 最罪惡的地方 就是會令到老闆在這個疫情裡面 損失減到最少 反而一賺都不頂 那些打工仔 互相展覽 互相傳染